一人杜詩梅過去因為飾演麻辣仙事中的陸小曼因此聲明大噪 她在2018年和有花蓮凌聚節之稱的先生莊直龍登記結婚之後呢 就在東大門夜市跟著老公一起經營燒烤生意 受應期的影響呢她決定要另外找新紙重新出發 並且藉由補辦婚宴希望可以展開新氣象 一二三 舞台上與老公深情熱吻好久不見的藝人杜詩梅 這次不是以代表作麻辣仙事的角色陸小曼亮相 而是甜蜜的幸福人妻 沒事啦不要緊張難免第一次一二再再二三就 我們有結婚三次的朋友現場就有很多位了 至此時還不忘自嘲逗得賓客哈哈大笑 杜詩梅與號稱花蓮凌聚節的老公莊直龍 登記結婚隔了四年終於舉辦婚宴 演藝圈好姐妹忠心靈友情站台擔任典禮主持人 好友金剛也甩開與小嫌分手的情商 特地趕場送祝福 欣喜迎春 對啊早生櫃子就沒關係 絕對百年好二就重要 我覺得婚姻可以遇到對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希望在您的愛之下 這些東西都可以蓬勃發展 然後開出人生很漂亮的活 婚宴在夫妻倆即將開幕的新餐廳 以派對行事舉辦 螃蟹牛排馬卡龍應有盡有 原住民好友更操刀送上烤乳豬切片手 典禮大成功讓杜詩梅一度哽咽落淚 真的謝謝大家 那今天大家都蠻多人的 對啊真的很多人耶 所以蠻開心的 我覺得今天好不好 不醉不歸了 他少15公斤之前 真的還蠻像JJ 甚至比JJ帥好不好 對但現在就人腐 至於懷孕這件事情 我們就先順其自然好了 昔日腹中雙胞胎不幸小產 杜詩梅坦然面對 一切聽從上天安排 好好珍惜與老公的婚後生活 記者徐立請助委者花蓮採訪報導